新加坡是否有搶購 雖然新加坡也說是搶購 自從新加坡升到橙色級別之後 最近也有搶購潮 不知道是不是受我們影響 但是香港出現搶購潮 我同意是對政府不夠信心的 特別是政府表現到外體 他都找不到口罩 他只有港幣 這麼久都沒有口罩來 說了這麼久 獻租兩星期前說四千多萬 到現在特首自說三百萬 市民是有恐慌的 特首說這句話 說民間有渠道幫忙 他應該早點說 因為政府雖然說 他透過經貿辦事處 和貿法局六十辦事處 都跟他幾十個國家找 但其實民間有自己的渠道 有很多 譬如東南亞的貿易集團 都可以東南亞搜羅到 有法子 或者政府不僅靠自己 所謂 direct purchase 即是大批地買 多點找不同民間團體 幫他買可能會快點 即是要靈活點 即是我們新聞黨都在搜羅著口罩 我們都不會在街上派 因為是不足夠的 是吧 政府掃來的政策 自己懲教處做的口罩 他購買採購的口罩 就給自己醫管局 衛生署 例如口罩 你知道車經過海關的人員 入境處的人員 那些都要 而且首要都是公共交通工具 保安人員 那些是首要清潔工人 外判那些都要照顧那些 他的供應的確 沒有可能傳聞派 所以一定就算 譬如我們新聞黨都是想 口罩要給優先需要的人 譬如現在我們都有朋友 說幫我們找到海外朋友 緬甸菲律賓 找到N95 如果我們找到N95 我會給東區醫院 因為有市民說 我知道東區醫院很不夠 還有老人院 老人院都要 安老院 就有那些劏房戶 擠壁戶 如果是我作為的政黨 我會這樣做 而不是站在街上派 因為有很多人提過 為何你不用儲備商品條例 其實香港的儲備商品 規定要儲備的 發入境證 入口證的做 只是兩種商品 過往 食米和凍肉 凍肉應該取消了 食米的儲存量 已經大大減低 所以如果你說要 規定儲存口罩 或者是搓手禁 你要根據那個條例 儲備商品條例 立法加了這些商品 另外就要看看 這個儲備商品的條例 夠不夠足夠權力 你去規定入口多少 最高價格多少 儲存多少 如何分銷 你要寫一套全套新的規例出來 還要想怎樣落實 你都要找人巡查 還有最高定價怎樣定 可能你要問一下零售界 或者消費者委員會 你給入口價格多少 就當作最高價格 一定不可以說 我給你賺 我給你一個margin 但不可以賣到八百元一盒 極端例子 他要做全套新的規例出來 並且要有安排人手去巡查 執法才行 所以都不是那麼簡單 我覺得口罩這件事 可能長期都要做儲備商品 量你可以調整 例如冬季流感 小朋友的口罩都要 小朋友有很多口罩 搓手精那些全部都要 現在傳染病是時時有的 美國亦有H1N1 死了不少人 因為香港現在世界一體化 香港作為交通樞樓的 連繫性這麼高 可能這些長遠都要第一本地生產 第二一定的儲備 我認為這不需要作主體法例 即是主體法例 可以做負例 負例可以是儲備商品條例的負例 亦可以是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亦可能是緊急條例 但是緊急條例 你知道法庭說它違憲 那能否用呢 政府自己要想過 能否博得過 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都未必有足夠權力 但無論它用哪個 它應該用負例的方法 即是regulation 即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定定先定定後通過交備立法會 但你都要寫一套全套細緻的規例出來 否則也要有市民說你 沒有執法 下層不到 很多漏洞 又要罵一頓 我希望 應該政府知道的問題 應該在做法律研究 第一 醫管局員工的陣線 如果提出罷工的訴求是全面封關 或是五大訴求 這個與它僱用條件無關 根據職工會條例是違法的 不符合職工會條例 Tray Unions Ordinance 第二條的定義 這點是很肯定的 如果你是違法罷工 你便沒有許可不上班 如果你沒有許可不上班 那便屬於公職人員的行為不當 如果你的罷工是影響到別人的 因為現在我們進入緊急狀況 當然受影響人士可以申請禁制令 醫管局的僱員陣線 他自然說不再繼續罷工了 他罷工了5日之後 現在護士又說接力了 如果護士罷工 他當然可以不再講封關 不再講那麼大訴求 不講政治了 講工作條件了 我不夠保護這問題 這些與你工作條件有關 問題就是 在緊急的狀況之下 受影響人士 可不可以法庭申請禁制令 不禁制你呢 因為就算人權公約都說明了 這個人權公約 第四條 我們的人權公約 這個國際的人權公約 我們的人權法例照抄的字眼一樣 都是說 如果當局正式宣佈緊急狀態危及獲本 本公約替約國 得在此緊急情況 絕對必須限到內 採取措施 減免履行 醫管公約所負 即是如果一個社會進入緊急狀態 就像這樣 進入緊急公共衛生狀態 口罰都關正三個了 七十多年來未試過 戰後都未試過這樣封關法 這個罷工的權利是可以受限制的 所以我們正在研究法律 可否有受影響的人士去法庭申請禁制 法庭會受理 有受影響的人士就會受理 去年反修例風波 都有很多人去申請 戒指急禁制令 緊急起底 在緊急情況 可以有限度的限制 即不是永遠不讓你罷工 在緊急情況 存在的時候就不可以 你看上星期 星期行會批的條例 有限三個月而已 它不是永遠要申報去哪裏 三個月而已